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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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2018年 我们的 马来西亚公开赛 最后进行到了公开单打的 最后两场比赛 这是争夺三四名的比赛 左边是来自日本的 Kojima 右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Nelvin 他们两个现在都是 我们亚洲级的选手了 这里虽然是一个三四名的比赛 但是对我看来还是一个 亚洲冠军赛 而且两个打球的风格都很不一样 刚刚都是他们分别输给了 美国的世界冠军 以及欧洲的世界冠军 Kelvin 奥地利的世界冠军 Kelvin 第一局 我觉得刚刚在两场半决赛的比赛里面 可以看得出 我觉得Melvin更打得比较 我感觉整体要放开一点 放得开 因为可能对手很强大 这个时候自己的心理 就会表现得比较自然 整个比赛我觉得都是至少有三分的入障 而且场面上来说其实他并不怕 相反我觉得Kojima发挥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Kojima老牌冠军的这种稳定性 尤其是在传球的这个部分 对 我觉得两个不同的风格 Kojima他是比较内敛的那种人 所以他的打球风格是控制型的 控球的时间会比较长 二传五 然后五传三 Melvin就是打得比较放开一点的 开放式的 也和Melvin的技术的吩咐度有关系 他的控制 他的对球的那种控制感 从后面到中间以及前面 都是非常的棒的 对 所以就看看两个不同类型的选手 就不能接触到他 就是说的 他要很像哪里 同时 在他的 对 kö奇形 今天 有点 但是 他们是 很有趣的 对 所以 你 是的 刚才也是 他全球都能送到 把炮弹能够送到上堂了 但是发射过去呢 打不中 确实是比较吃亏的 来 看看可知吗 堂上的已经打了几分钟 但是 还是0比0 相互的试探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可以是针尖对麦芒实力相当 在一个等级的 时间应该会拖蛮长 是的 就打了这么长时间 一个球没进 可不得打半个小时以上 慢慢来吧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 将近四分钟 刚打四分钟里面 我算过大概有 两分多钟 快三分钟时间 是在 或局马在控球的 因为拿到球的时间 就是很长 而且拿到球就 差不多马上就 打到球 他在三人杆上没有耗费太多的时间 他就选择快的进攻 可能是他最第一局的一种部署吧 也是可知吗 捡到球 可知吗 看看 这个圣文怎么去 撕破对方的防守了 漂亮啊 拿下第一分 对 对 两位选手的心情都是比较轻松的 对啊 其实他们刚才在半决赛里 虽然都输了球了 但是输球的对象 他们是心服口服啊 这个球 Muvin就看了很久 打丢了以后 马上用五人杆补回去 但是也没有接得住 这场是我们的亚洲最高等级的选手之间的较量 看完这场比赛呢 我们可以等一下 会播世界最高等级的比赛 连续两场好的比赛 可知吗 哎呦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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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Muvin呢 对 就射门就很犯了他 刚刚他打万安莫也是射门 也有进球啊 也进了蛮多的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 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比赛的状态里面 对于Muvin来说 三人杆就没有拿到几次球 对 有几次都是他选择快攻来尝试一下 后来前面的一科就用的时间比较久 但是稳扎稳扎的可知吗 将第一局的比赛呢 来一下子扩大到了三分 所以说再追的话就比较麻烦 漂亮啊 一个快速的Wall Pass 看看Muvin 还是 也是快速 还是 他可能这一局他可能都会这样玩吧 可知吗的防守就有点像是Ranmo的那种防守的方法 刚刚Ranmo也是用那个二人杆来顶住那个Deadman的位置 哦 直接锁死那个边是吧 对 锁一个边然后放另外一边 这个球拿他的 Muvin拿到球以后索性打回来 从我的阅读来说Muvin这一局比赛 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 他想尝试 不能叫玩球吧 他想尝试没有那么中规中矩的打法来开他的第一局 对 对对 希望从那个节奏上面先打到Kojima 但是我觉得 有没有风险呢 风险我觉得还是有 对啊 因为Kojima他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选手 不会太被那个节奏影响到 刚才我和杰克说了 Kojima应该都是我们的 怎么讲是我们的上一辈 前辈级的 前辈级的 对 漂亮啊 我就把先来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获得了4比1 三个局点 打球的那个 对 那个 经验 要求其实蛮大的 嗯 经验是越丰富的话 你打球 就 想法越多 打的就越来 会越厉害 但是 刚才这颗球呀 Kojima 缝到了最远端 但是呢 一个Diamond 好了一个暂停 好了一个暂停 我们来 Kojima又擦擦 喝喝喝喝喝喝喝水 对 Kojima好像比较少 少去打比赛 是最近才开始 再重新打那个亚洲的比赛 但是他每年会去 他的比赛 在亚洲的比赛的活跃度 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 据我所知 中国的公开赛 他好像一次都没有参加过 包括上海的大师赛 都没有出现过他 但是去年的香港的比赛 香港的比赛 他来了 他开始在重回 对 对 对 然后 台湾的其实他也 好几年没去 对 好几年没去了 很早期 大概 在0910年的时候 我 差不多有七八年前 他才开始打 头一次台湾的比赛 所以就 非常 纪念老道 对 但是在早期的马来西亚 作为这个 亚洲猪尔足球胜地 最活跃的时候 Kojima是 活跃度是比较高的 果然 5比1 Kojima先拿下了 这场比赛的第一局 相对于前面两场的半决赛来说 这场比赛是 悬念啊 还是有悬念啊 即使现在 第一局打完了 你也不敢说 这个比赛的倾向性能有多大 五局三胜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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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其实 牌扶在下 或是 还有 看到 还有 资格 空 但是 他 一比一 一比一 各进一球 你有和口芝麻打过单打吗 我在他店里面比赛没有 在店里面随便玩玩的有打过 觉得他是很 很稳定的选手 很稳定的选手 基本功就很扎实 杰克说他的 看口芝麻的比赛就是 不断的在看回放 也是 二传到五 五传到三 然后射门也就是那样 但是从形式上是这样的 谁如果能够做到这种 把复杂的东西 把那个滚动 滚动的这个球能够做到 能听他的话 去不断的单一的做出来 这个也了不得 对 对 对 而且 也要不要忽略他的那个防守 除了防那个 前锋的防守以外 防他的后卫的射门 也防得很不错 他后卫射门很厉害的 后卫可以进球的 但是他 后卫射门就把 后卫的射门都防住 对 现在还没有一颗 是来自后卫的进球 相反 后卫射门变化了一下 刚刚说他一成不变的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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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慢来的话我就越急 就越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真是他说的 因为Kojima的这个风格就是 他比较慢 而且呢 他很难被别人带快 你看他刚才和Kevin打 Kevin是快的呀 也没有 Kojima也没有乱掉他自己的步调 所以对于一些快的速度的选手 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说 你每次拿到球 你持球的时间很短 但是你做的动作一定每次要很准才行 每一次的机会也要扣起那个威胁 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把球丢给对方 然后对方就慢慢去磨啊磨啊磨 你就一直觉得好像没球碰到 是啊 他就觉得凉了 热不起来 刚才 Miuvin Miuvin 他的好朋友 来给他给了点建议 说小伙子醒醒啊 睡着了 可知吧 又是一个4比1 连续进了4颗球 打进2比0 这球保住了 但是 球还是在可知满的角度 自己打到门板了 没有很 后卫的射门还没有进过 看不出他 他目的是 对 他目的是 让他接着 他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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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 我 之前就怎么设怎么进 现在就怎么设怎么不进 是吧 在公开双满 没有为什么请前来对排 能进一些些 不过就算是落后2比0 还是可以追回来 因为我知道这次的马来西亚的比赛 很多选手的实力很近 对 所以就算 就算是领先2比0的话 如果沉着硬赞的话 还是可以追回来 对啊 整个马来西亚这次的比赛的强度 所有人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有的单打的成人选手 已经超过了100多个 而且尤其是中段的那个 很接近很接近实力 每一个对战你都不要谁 但是这一次有点可惜的是 伊朗选手以及科威特的选手 那几个强的没有来 伊朗的那个阿基基没有来 谷哥 阿基基 被那个慢的节奏影响到 让他催眠到想睡着 对了就是有点催眠了 我觉得先能叫醒他 让他有那个强烈的赢球的那个欲望 我觉得他是想用他的快球来叫醒自己 但是对方不受影响 他没有跟你来快 他跟你来快的话 可能就你会行 但是他没有被打乱的话 你还是睡 要找其他的方法 看看第三局 简单的休息以后呢 我们比赛来到了第三局 优伟先发球 传球顺利的通过 看看能不能开一个好投 自己的射门 好像是有点偏了 有点过去了 拉着那边有点问题 准度 准度掉下来了一点 口水门还是稳扎稳打 传球 没有接住以后呢 变成了一个进球 行一行啊 Milvin Milvin的传球没有问题 射门是问题 也是差不多的时间点 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你说的 那个节奏没有拉出来以后呢 他打的不是他 他现在只是 他的这个躯壳站在这里 对吧 那种刚才如果以 刚才那两场半决赛的表现来说 我觉得他的表现要 要好于口芝麻的 现在又反过来 现在又反过来 Kojima在这场比赛里面看到了他 稳定 从心理的稳定 技术的稳定 还有那个吸引力的 做得非常的好 2比0 我们把镜头再次给Kojima 可以看到他那个态度比较的坚定 Milvin 很棒 有人开始叫你起床了 打进吗 啊 可惜 可惜 球也丢了 我也不顺带 对啊 完全梦由中的 没有问题 去洗个脸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呀 Kochima做得完美 他是想要拿下这场比赛的 他那个求胜的欲望 一定大于没有问题 对 你看防守的时候是不含糊的 不给他起床的机会 其实这个时候 不光要有别人去叫醒你 更需要的是要有一个 进球给我们信心 让自己去叫醒自己 第三局的比赛 球飞了出去 Miu Man你要知道 你现在可是 你是东道主里面 打到最远的 你是不是能把 给马来西亚留下一名奖牌 就看你了 你有这个实力 但是你没起床 没醒来 来一个 差一点点 看得出他的设门 有点变化的开始 就是不是只是在中间停的 对 欠点运气 每次打得 拉大了一点点 要么就是防得了 不管怎么样 来一个进球吧 孩子啊 漂亮啊 不管怎么样 进 对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更多的要看到精彩的比赛 Kojima这个时候说了 他认为这个球是这样 这个时候呢 离的球桌更近的 就会 Miu Man也同意 Miu Man 费了千辛万苦 打进了一个球 还被吹掉了 对 我这么好 越打 自信心越好 对 比分上 3比0 对 比分上也是 给了自己很多的自信 Muvin 是传球不进球 他的防守非常好 对 口直马的防守很好 其实这个进攻和防守 就像两个人的跳舞一样 你要 并不是说他的防守有多么的好 你就永远都进不去 他两个人偶怎么能防得住那么大一洞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进攻的那个毛 Muvin 你没有想去把他戳破 从他的原始的本性上 他也想去赢 但是呢 人呢 人不在 现在在哪里 那个射门也没想法 好了 Muvin 现在加油 太大声了 好 OK 漂亮 看来我的这个加油声呢 你的热情传 我的热情 我着急啊 你们什么呢 我希望看到他的 拼的感觉 对呀 但是现在 从比分上来说 真的 有点 好难 看来我叫醒他了一下 漂亮 其实很难说哦 因为如果是世界级的选手的话 如果4比0 也可以追回来啊 对不对 你看过很多这种的比赛 对不对 对我们刚才在讲那场比赛 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都比那个要大 那个是1比1的时候 就这么2比0 那 通你第一次来马来西亚那次呢 我们 我在呀 我那时候还加入到香港队 我们的比赛就这样在Milvin的梦游中结束了 恭喜Kochitama 对 恭喜Kochitama Kochitama 我觉得这个 这枚奖牌是我们亚洲的金牌 亚洲的第一名 对 这次比赛 对 他是传奇人物 也是我们的前辈 对 致敬 致敬给他 对 好了 我们的 接下来公开单打的决赛 很快就会上赢了 好了 我是单作动 Steven Sean 我是香港的阿恒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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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